在北极圈内,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岛屿,那里80%中年被冰盖覆盖,每每提及它的名字,人们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艾斯基某人、北极熊、驯鹿、北欧神话甚至是冰山融化等影像,而它就是格林兰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商人出身的美国现任总统曾眼光独到地认为,格林兰岛是个用来开发房地产的好地方,当时他将自己愿意花重金买下格林兰岛建房子的想法说出来时,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,美总统就因此暴跳如雷,认为丹麦首相实在可恶,并果断取消了对丹麦的访问。 这不禁让人好奇,美国为何会对格林兰岛兴趣浓厚,因为早在1946年时,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曾希望以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购买格林兰岛。 对此,据相关分析认为,美国主要有三大企图,首先,如果格林兰岛收购顺利,美国的国土面积就会直接增加216万平方公里,届时全球国土排行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美国将会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领土国,中国则会被挤到第三名。 其次,被称为全球第一大岛的格林兰,蕴藏着丰富的各类天然资源。 在全球能源紧缺的当前,拥有格林兰岛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 当然,在美国眼里,格林兰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。 现如今,俄罗斯是全球作用核弹头数量最多的国家,美国大部分领土也在这些利器的攻击范围内。 美国为防止发生意外,早在冷战时就已经开始在格林兰岛北部兴建基地。 而这也的确能够为美军多提供15分钟反应时间。 如果能够买到格林兰岛,美国就有借口进一步介入到北约争端,对俄罗斯形成压制。 显而易见,美国好战的性格百年来一直没变,各个国家还是要小心为妙。 要有一个顺利的声音量,不越是丰岛北部兴建设,